深汤洗眼改善儿童视力案例 外甥女于2017年6月 三岁时查出先天性散光 左右眼视力分别为0.25和0.3 在眼科医院配了眼镜 一指贴眼贴 早晚都贴 但是效果并不明显 自从我学习原始点后 开始给他喝深汤 每天约10克左右 红参熬煮深汤 一半口服 一半洗眼镜 从2019年7月15日开始洗眼 每天早晚各一次 每次约半小时 将深汤淋在棉布眼罩上 15分钟后 再将深汤加热一次 始终温温地直接温敷眼镜 一个月以后 幼儿园体检时 视力就增长了0.1 两个月以后 视力增长至0.4和0.5 他的母亲起初不相信原始点 不愿意给他洗眼 看到效果后 也开始积极配合 愿意继续给他洗眼睛 相信他的视力 会继续得到改善 非常感激原始点 用了红参汤洗眼的方法 让孩子的视力好起来了 前后比对 处理前 两个月以后 会继续咪里面 帮我 跟这一段时间 周深 常